鬼杀队与无惨的最后决战终于拉开序幕 但身为主角的炭治郎却身中剧毒 这些毒素会破坏人体细胞 让炭治郎在受尽折磨后痛苦死去 在炭治郎命悬一线之际 沉睡中的迷豆子也听到了父亲的呼唤 少女从昏睡中突然醒来 父亲的声音是那么真实 让迷豆子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片刻的呆滞之后 迷豆子突然撞破房门跑不出去 鹰主非常担心迷豆子的安全 如果不是要守在门前保护主公 他现在就要去将迷豆子追回 镇兽狼立刻向主公禀报了这件事 并问要不要追回迷豆子 灰力栽文言也陷入到荒万之中 迷豆子为何会突然逃跑 他是被无惨操作 还是药物生效已经变回人类呢 一秒钟的犹豫之后 灰力栽立刻下令追回迷豆子 可在这时 一只手却搭在了灰力栽肩上 死去的产无夫突然出现 在灰力栽耳边轻声安慰 那个女孩不会有事 你就随她去吧 命令还未下达完毕 灰力栽就愣在当场 一旁的妹妹连忙催促 如果迷豆子被无惨抓住 他们的努力就前功尽弃 灰力栽也知道妹妹说的没错 可父亲刚刚告诉我 只要随她去就好了 灰力栽气不成声 再次听到父亲声音的 她早已泪入雨下 另一边的树林里 左镜次和迷豆子的距离越来越远 即使身处黑暗之中 父亲的灵魂也会为她指明方向 迷豆子穿过树林纵身一跃 直接从百丈高的悬崖跳下去 左镜次也只能暂时止路 在迷豆子奔赴战场的同时 炭治郎也在和五惨的剧毒相互对抗 另一边的正面战场上 蛇水链三柱也在与五惨的战斗中落入下风 五惨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 易勇手中更是连把完整的日轮刀都没有 突然一道血光闪过 三人中实力较弱的甘露四最先受伤 五惨抓住时机疯狂反复 将剩下的易勇和小八内也打出圈外 五惨对三人的生命力感到惊讶 他的毒素虽然凶猛 但似乎并不能对这些强者造成惹杀 五惨单手一甩 五次如刀刃般砍向甘露四 甘露四也知自己即将生死 大喊着让队友不要管他 千万不要为了保护他的分心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寒芒突然撕裂战场 将五惨的触手砸得粉碎 鬼杀队最强战士严重悲鸣语终于赶到 挥动大锤将甘露四护在身后 突然的人数增加让五惨有点惊讶 他刚想开口说话 一柄剑刃就从身后贯穿头颅 封住十弥背后偷袭 杀神一刀直接将五惨一分为二 在五惨回头的瞬间 十弥直接甩出了几个酒瓶 五惨不明所以 下意识挥动触手将酒瓶全部打碎 而他的这一举动 也再次落入了十弥的陷阱之中 十弥点燃火柴随手扔出 五惨身上立石燃起熊熊烈火 鬼王五惨 我今日是要将你碎尸万段